记者报建信高雄报道,三年前屏东发生货车翻复压死增性驾驶,新光保险公司以其酒驾拒绝理赔百万元,高雄高峰院审理后逆转,认为死因与酒驾无关,改判家属申诉并定验。 据了解,104年11月8日凌晨,增南驾驶的货车被发现翻复在屏东市焚华西旁产业道路边,警销据报道,厂江层南自货车底拉出以死亡,经验出血液中酒精浓度高达243MGDL,折合呼气所含酒精浓度1,215。 新光保险指出,不论曾是因所驾大货车倾斜而下车查看被压死或在货车翻复前从车上调出被压在货车组后测死亡,均与其违法酒驾有关,拒绝赔偿100万元。 屏东地医院判决保险胜诉后,增加数不符上诉,高雄高分院认为曾然被拉出时身体呈现正面朝下趴的姿势显然不是在驾驶时翻车。 此外,大货车若是在行径间翻复,地上因会留下刮的痕,车上泥沙也会散落以地,但现场均无此现象。 若大货车是在停车后立即翻复,增难也不可能被压在货车左后方。 反之,若曾难停车后站在车外被因故翻复的大货车压死,则此时不是处于驾车情状,死因与酒驾无关,加上保险公司又无法举证酒驾致死,改判新光理赔100万元确定。